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现在是一样的行婚 就是你找个刑事婚姻 然后结婚要给别人看 对 他实际上你爸没走出来 你爸金贵了 你出贵他会贵了 是 好亲爱的各位导游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来参加我们的 第四期行婚大典式的活动 好15号 请问你为什么要行婚姻 主要是父母的原因 因为我跟我父亲 是坦白的这个事情 他从来没有哭 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哭 然后他叫我 说你必须找个女人 找个男人 找个男人 快点 结婚了 对 我也拿我自己亲人塑胶 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出贵 但是我已经醒过 对吧 你可以跟父母去聊一聊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肯定要常开了 现在我妈已经能接受我不生小孩了 但是还是让你有一个下一代 对 对吧 那不还是一样吗 直接的肯定是无效的 就是委婉地 见解地跟他提 不断地提 然后把他思想慢慢地沟通 差不多中间经历了三年的一个时间 他现在慢慢已经能接受 我喜欢女孩子 像我们人家都说 你到现在 你周恩几号 到现在没有孩子 好像人家都像背后说笑话一样 他讲出来没有后代 谁来照顾他呀 还没人照顾他 我们老了肯定是周恩来照顾 他觉得有点个人 还有点个人 他觉得有点儿 有点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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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会那儿 有点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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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如说 你要出去约会 我要出去约会 那谁照过小孩 你爸妈照过小孩 哈哈哈哈